为了辅导庐山温泉区的业者转型 并且促进就业的机会 南日县政府将在普里镇的福星里 打造国际级温泉区 同时也规划有地方特色产业园区 以及旺来产业园区等等 县长黎明镇希望这项规划案 能够吸引外商的投资 这一天是特别带领着26位的日本台商 来参访福星温泉区的环境 并且进行了简报 来向大家介绍规划案的内容 仁爱乡卢山温泉区的地质危险 为了签见卢山温泉区的业者 县府开发普里镇福星温泉区 这一次有26位日本台商前来参观 县府介绍开发案的特色 因为我们这个温泉区 那个碳酸氢钠子比那个卢山更高 那个纸更优良 尤其在整个环境上 也是非常地 将来整个完成之后 整个环境都非常地优美 而且这边又是一个 我们埔里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我想这个条件比其他的温泉区 更具有特色 更具有发展性 县府除了在室内进行书面简报之外 也前往温泉区的工地来参观整个环境 尤其是最近已经挖出温泉 县长特别带大家试摸一下水质 哇 好棒 好棒 这个水温泉都硬 这温泉水是最好的温泉水 那我们真的很有兴趣 我们这次特别带我们日本台商过来考察 那考察看 那刚刚听的简报 觉得它比我们想象规模还要大 那我觉得这个地区 我们宁县长很有眼光 选择很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现在考察以后 我们又把这讯息带回日本去 这次日本台商参访团当中 有一位温泉女王郑玉兰 她在富士山下有五间温泉旅舍 她表示 不理温泉的环境条件不输日本 我们这边的交通 十分钟就可以到 我觉得温泉你整个设施的话 温泉就是让客人十分钟能到 这个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 我觉得这个全职 它说真的 我有看到它那个全职的内容 我觉得它是不输于日本 县长黎明珍表示 普里福星温泉区投资 30多亿经费开发 大约明年6月可以完成基础建设 未来将打造国际级的温泉区 欢迎外商来投资 记者发红坤南投县采访报道